印度持续遭受暴风与重创 首都新德里沦为了水都 周围部分郊区同样沦陷 几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今年接踵而来的洪灾 已经夺走了将近1300人的性命 拥有2000万人口的新德里浸泡在洪水中 民众被迫涉水而过 原本就混乱的交通状况 更是因为这场天灾而变得严重瘫痪 附近的郊区也频频断电 素有印度沙漠之邦称号的拉贾斯坦 由于水位上升 博物馆被迫砸开玻璃展示柜 取出了2300年历史的埃及木乃伊 以免被雨水淹没